3. 頭條日報 2015年7月9日報章 P.61庫《看風水旗探白里城》責窮風流 我快活每個生肖都有先史未來淺的人 但有幾個生肖是特別明顯 究竟先史未來淺是錯事對 有時候雖看客觀環境才可作結論 有些人就算荷包凶凶 也會不惜花光身上的最後一毛淺 就算渴西北風也甘之如兒 有些人側緊守柴鵬 每一分錢都要用在刀口上 想要知道十二生肖中 誰就算墨錢也要敗家 現在就揭曉敗家前三名的生肖 看看自己是否榜上有名 1. 生肖屬豬屬豬的朋友從北落伍 喜歡走在時代尖端 為了能夠展現自己時上的一面 每一季流行的新品 最熱滿的包包 人家人的特賣匯 都絕不會錯過 從中亦得到滿足感 但若時太過於追求流行 則會讓人失去真實的自我 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東西 也是一門重要的學問 2. 生肖屬虎屬虎的朋友 很懂得生活享受 對於生活上每個細節都很有要求 也很有美感 對於自己用的東西也從不論色花錢 所以會把錢都投注在生活的享受上 快樂的生活會讓人神彩逆逆 但美好的事物不僅是表面上的虛華 有時候到郊區靜靜享受一個下午 或是在家放點輕音樂 也能夠讓生活質量提升 心靈也能得到威脆 3. 生肖屬虎屬虎的朋友平時講究打扮 對於美麗的事物沒有招架能力 並且對於能夠讓自己更漂亮的保養品 服裝、手飾等等更是毫不手緣 因此消費就算遠比預算要來得昂貴 也會咬咬買下去 雖然追求美麗並不是件壞事 但若是因此讓生活入不敷出 或造成無謂的浪費 就要好好檢討一下了 買東西前需三思而後行 才能收之平衡 善用金錢 開運一點通美好的事物不能只追求物質上的享受 可花點心思去營造優良的生活質量 若是覺得自己的錢財總留不住 不妨在家中原關放止晶動 有助催旺開運 李承澤 逢週四見報著名元學家李承澤師傅 逢星期四在頭條跟各位讀者分享元學上的奇聞意事 如有問題想向李師傅詢問 亦可點郵資feature at hkheadline dot com